《与凤行》是由赵丽颖林更新领衔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讲述了灵界逼仓王沈黎因逃婚受伤坠落人间 被夏凡体验生活的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止所救 两人携手展开了一段为爱与天道抗衡 联手守护苍生的神话爱情故事 与凤行正在热播 在最新剧情中 沈黎意外进入戏院行止的密室 进入了天外天 看到了上古神的牌位 上古神的蚕食对沈黎很热情 让沈黎看见行止以前的事情 沈黎才明白原来行止以前真的很幼稚和傲娇 沈黎看到了行止刚刚诞生时的样子 那时候行止被天道诞生出来的还是个孩子 更奇怪的是 之前所有上古神诞生的时候都会天祈使命的 然而行止偏偏没有天祈使命 这让众神很是诧异 后来沈黎从行止口中得知众神的陨落 原来只有三成的上古神兽中正寝 七成的上古神被天道抛弃 被天道惩罚 或堕入凡尘 或许看懂众神的陨落 才明白为何偏偏行止诞生却没有天祈使命 其他的上古神被天道诞生就被天祈使命 所以他们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使命 一旦完成使命 那些上古神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就会沦为天道的妻子 不是肖王就是被惩罚 至于行止诞生偏偏没有天祈使命 第一 前面的那些上古神都完成了老使命 解决了所有的隐患和三界的灾难 行止自然就没有什么使命了 也不需要他去做什么 第二 行止是最后一个上古神 要是他陨落的话 天外天倾覆 导致九重天塌陷 危害天下苍生 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世间留下最后一个上古神 维护支撑着天外天的稳定 第三 行止的存在 就是维护世间的秩序 防患于未然 所以他并非没有使命 诞生时没有天祈使命 只不过他的使命是拯救三界未来发生的灾难 他的使命就是封印须天渊 最后跟须天渊同归于尽 总而言之 行止诞生没有天祈使命 并不代表他将来没有使命 刚刚诞生没有天祈使命 只不过是其他的上古神将三界的灾难已经解决 自然行止出生就没他什么事 不过他的存在或使命即是给世间留下最后一个上古神 更是防患于未然 等到世间太平不再需要神了 行止也会被天道抛弃 行止是天道产生的最后一个神 天道次名行止 只不于此 到此为止 行止二字即是神明的故事只不于此的一种暗示 也是对行止之后的行为举止的一种规劝 原著中关于行止的一切都说的比较隐晦 但是剧本增加了不少天外天的剧情 对行止的故事进行了拓展 也为最后行止的复活埋下了伏笔 一 神的使命 每一个神在诞生的时候 天道都会为他赐名 然后公布他的使命 可行止出生以后 天道只给他赐了名 并未公布他的使命 众神里 只有行止没有使命 天道并未给他任何的天启之事 现在回想起来 或许这一切都是天道对他的安排 天外天也曾热闹过 下棋的下棋 发呆的发呆 可最后 所有的神明不是因为使命陨落 就是因为犯错而导致神格被废 一个偌大的天外天只剩下了行止一个 为什么最后留下的是行止呢 行止与其他神最大的区别便是 他既有神的坚守 也有人的牵绊 行止的存在 让神明彻底落了地 他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 他会为了苍生献身 也会为爱不顾一切甘愿丧命 他是高高在上的神道脚踏实地的人的转变 行止明知道须天渊的覆灭 会耗尽他的所有的力量 可为了三界 他毫不犹豫 他也知道动情之后 自己会遭到神力反噬 会被天道成界 可他还是这么做了 只为了救回一个神离 行止是一个有坚守 有使命感的神明 也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感情有欲望的神明 他没有神的使命 却又转变成人的使命 完成神和人的统一 现在来看 当初他落入凡间 却没有被孟婆汤 洗去关于神明的记忆 或许也是天道的故意为之 啊 行止复活的原因 天道对行止到底还是偏爱的 即便是行止曾经犯过错 可他还是认可了行止 这数万年来的功绩 认可了他为苍生付出的一切 在他陨落的时候 给予了他神的荣光 为三界降下了福祉 众神的消亡是一早就注定的 行止的复活也是 直到我二刷与奉行援助的时候 我才明白 那一句从此以后 行止只为审离而活到底是何含义 行止到底为何复活 一 神力 扶生阳公仙界 他特意选择了西院那样一个僻静的角落 他的目的就是引起恐慌 让仙界无暇顾及灵界 可没有想到 行止会将诸神的牌位放在那里 更没有想到存放牌位处竟然没有设立结界 神力为了护注诸神的牌位 护注行止的最后一点念想 他用自己的凤凰本体护注了那间小屋 即便身体承受的伤痛已经达到饱和 他也不曾后退一步 直到行止赶来 神力护注神牌位的这里有一个伏笔 便是在神力与火球对抗的时候 有一抹蓝色的神力悄悄进入了神力的体内 那是众神在用自己仅存于世的神力悄悄护注他的心脉 神明会消亡 神明的神力不会 西院的那间小屋内 存放着所有神明的牌位 他们的牌位能漂浮在空中 是因为他们在用神力支撑着自己的牌位 这是一个伏笔 也是一个类点 现在是他们自己仅存于世的神力 护注了神力的心脉 之后也是他们用自己全部的神力让行止复活 当然 这也算是神力的善报 是神力的拼死相互 才让他们没有灰飞烟灭 啊 肉体 行止陨落之后 神力将行止的尸骨保存在了血迹洞的冰柱里 行止在血迹洞里待了一年才得以复活 我不由得深想 或许神明本就是可以复活的 毕竟他们还有神力依存于世 只要吸纳了天地灵气便可以复活 之前的神明之所以没有复活 是因为他们的肉体都被天均火化了 普通人身体承载不了神明的灵魂与记忆 这才没能复活 当初天均也想要火化行止的身体 想要他为三界带来安宁 是沈黎不愿 才让他的身体保留至今 撒灵魂 相比较于神力和肉体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沈黎让行止有了想活下去的决心 相比较于凡人行云 后期的行止改变了太多 行止陨落前 沈黎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他上的不重 还是会吐血不止 行止说 神明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神明没有存在的理由 行止又 沈黎是他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陨落前 行止看着沈黎 眼里都是不舍 他放不下他 他心疼他 他担心他 沈黎是他在这个世界的牵绊 是他想活下来的理由 是他想回到这个世间的理由 也是支撑他复活的信念 复活后的行止 不是为了苍生 只是为了沈黎 他没有苍生为使命了 他不需要被责任捆绑 被三界束缚 现在的他活着只是为了自己 只是为了沈黎 行止和沈黎金娘子釜底恭贺他成婚的时候 金娘子拿了一个恢复神力的法宝给行止 说这正是他需要的 可见 行止只是先例低微 身体雷弱 可这一切并非不可恢复 我不禁想 难道行止和沈黎在人间的故事难道会是一个闭环 并非不安的